这两天霍真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作为火红大哥的兄弟 霍真退出娱乐圈这个事情 我真的无法接受 这么优秀的音乐千才 就此埋没 从客观上讲 就我对霍真多年的了解 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事与致死 就他的前与友承诺来说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受了别人的利用 从闺蜜一起 对霍真进行敲诈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按道理论 他应该要受到法人的制裁 霍真应该也不希望他这样 因为他们相伴八年 霍尊的叔叔上视频为霍尊发声 表示娱乐圈音乐界少了个天才 并且指出霍尊是个好孩子 同时还指出 陈彤应该也不是一个坏孩子 只是受到了闺蜜的怂恿和利用 才对霍尊进行敲诈 捞索的行为 同时霍尊的叔叔表示 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珍惜 霍尊也不希望陈彤再做 这样危险的行为 毕竟他们相伴八年 余生很短 希望他们要好好发展 对于霍尊和陈彤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